升级论症 我想恒指经过上个星期的跌幅之后 这个星期一开始又弹了一点 我自己其实跟之前的目标都差不多 因为我自己觉得港股是牛市一期 牛市一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反反复复 一些板块的轮动 之前一些官网的投资者慢慢进市 我会觉得在这个时间 可能有时候大市有些位置有回调 但是也是那句话,炒股不炒市 我自己都觉得这一段时间的板块轮动 其实大家也见得很明显 所以这个星期我反而会提到 之前都比较是一些浪漫的股 就是中芯的 中芯的话通常它一年波幅都是磕磕磕磕 通常它都是一些突发的情况 比如美国一些芯片的一些管制 或者一些突然间国家一些支持的政策 那这次我也是留意到 那中国呢 就设立一个有私人最大的半导体投资基金 那都希望推动一些国内晶片的产业的发展 那我想这一件事呢 就是都简单一点理解了 就是国产替代了 但是都见得到 比如国外那些其实都越做越好 那还有芯片技术方面都领先了 那我自己会看好中芯 那中芯我就会看那些23356 那行驶价值19.83 那就是11月底到期的 时间都够长的 那实际公共都挨到5倍 那实际公共都挨到5倍 那并不是什么 那是3小小小小的 有点多高兴 那实际公共都要说 那我们有点没人